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龙腾羊花将 在我身旁是一份迎春花 迎春花是多年来人们比较喜爱的一种花 它既可以地带观赏 也可以做成培景观赏 每一份春节来临自己 它能开出鲜眼的黄花来 是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花 可是对迎春花的样子 最后还能开出鲜眼的黄花呢 根据我个人的样子经验 我给大家分享几点 必须注意一下几点 特别是这个光照问题 迎春花是比较习惯的 你特别这个夏天的时候 你也得接受光照 秋天以后吧 包括这个冬天 你必须得接受这个全光照 你没有眼光 它这个羊分结束不了 这个秋季以后吧 它也没有什么花样分化 这个冬季它就开不复这么鲜眼的黄花来 这个图质方面 你载着这个迎春花 你必须也得用这个透肥性腔的物质 比如用这个荷刹图 不能用这个很半截的这个图 你可以用这个荷刹和这个圆图配合 按一笔一路性 它绝对能保证它的这个透肥量 这个温度方面 迎春花是比较抗动的 一定在的情况下 它一般的这个三月份才能开花 要加持配在管上的情况下 你必须把它放到室里 这个拼起来前后 它都鲜花弄放 这个浇水方面 给应春花浇水 你必须得见干见死 特别这个夏季的时候 它最怕老 你整个期间吧 你这个特别十万样子的 你把它那个下雨以后吧 你看配力是不是极肥 有极肥的情况下 你必须把这个盆肥给它抠掉 要不然的话 太阳光照一扑了太阳 很容易把这个根捎坏了 这个湿费方面 这个应春花是比较稀费的 求极以后 如同一千 这个期间吧 还没有落叶 这个时候你可以给它 多时这个利价费 利价费吧 它这个利价费能突进这个 华里的形成 突进华里的开放 这个价费啊 能突进这个景格的途上 这个值钱吧 你可以断施这个氨费量高的 它能施这个植株长得比较陌生 关于这个应春花的这个养费方法 我简单给大家解说在下 喜欢能够点赞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